李晨和范冰冰分手四个月后 与其弟弟范澄澄录制综艺 大写得尴尬 曾经李晨和范冰冰在娱乐圈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情侣 英武妹娘传奇走到了一起 如今 范冰冰和李晨已经分手四个月了 当时他们分手很平淡 我们不再是我们 我们依然是我们 从朋友到爱人 再做回朋友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现实应该是很难 近日有网友放出一组图 画面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是熟悉的人也能一眼看出 是李晨和范澄澄在一起录制节目 曾经有范冰冰在两人之间 李晨和范澄澄的关系很好 如今二人已经分手 这估计是李晨分手后首次接触范冰冰的家人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二人离得很近 但是几乎没有交集 更不用说有眼神的交流了 很是尴尬 范冰冰李晨的分手让无数人觉得惋惜 身为公众人物 总有同况的可能 就如同范澄澄和李晨 工作是工作 感情是感情 终究不能混为一谈 跟他们分手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